指挥官陈时中12号确诊 13号开始居家照顾到现在 已经起码达到了解隔离的条件了 但是今天下午的疫情记者会 仍然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对此记者会一开始 代理发言人罗一军就先说明 因为陈时中还是快筛阳性 有轻微咳嗽的症状 因此采居家办公 视讯开会 不出席记者会 但是先前指挥中心曾经说过 解隔条件 不论是快筛阴或的是阳 是以隔离天数为准 外界就质疑了 这是不是双重标准呢 罗一军就解释了 陈时中只是比较谨慎的自我要求 而企业其实按照一般的规定 就可以了 下午两点一到 指挥中心开记者会 却还是由代理发言人 罗一军上场 隔离其满的指挥官陈时中人呢 因为就是说今天有 自己自行做的这个快筛 仍然是阳性两条线 而且他还有一点点轻微的 咳嗽的症状 所以目前他今天是采取 这个居家办公跟尽量 采取用视讯的方式开会 他是采取比较高贵的方式 今天就不出席 但先前指挥中心 在记者会上才说过 解隔离条件以天数为准 指挥中心交代言有在耳 那比较淡也许晒表病毒量 比较低 是以天数为准 外界好奇怎么到指挥官这儿变双标 部长他是本身比较谨慎 他想说就是因为在这个记者会 还是有很多的记者朋友在现场 是属于比较是自我要求的这个部分 并不是在我们这个解隔离条件 跟自主健康管理规范里头所要求的 所以也希望说企业不需要拿这样的一个特例 来作为通案的一个适用 强调是特例并非解隔离条件 陈时中身体状况如何 指挥官本人日前也透露 一度发烧三天 退烧后仍有咳嗽 遵照医师指示 服用抗病毒口服药物 莫娜皮拉维 卢宇俊也强调 这几天陈时中以视讯开会 元气精神都不错 也没有常在视讯中咳嗽 陈时中会以高标准自我要求 似乎就是想确认快晒阴性后 再重返记者会跟大家见面 记者上报道